每日100字,歇心、读心、明心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乐言1000日,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乐言1000日,第183日 经文端落 佛告傅罗纳,譬如迷人,愚意聚落,或难为北 此迷为父,因迷而有,因物所出 傅罗纳言,如是迷人,亦不因迷,又不因物,何以故? 迷本无根云和因迷,物非生迷云和因物 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时 苏有误人,指示令物 傅罗纳,愚意云和 此人众迷,与此聚落,更生迷佛 佛也是尊 傅罗纳,十方如来,亦复如是 此迷无本性,必尽空 西本无迷,似有迷诀 绝迷迷媚,绝不生迷 经文端落至此 恭请建徽法师慈悲开示 各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论言一千日,第一百八十三日 我们要回答傅罗纳的第二个问题 傅罗纳的第二个问题是 衍生自第一个讨论 如来经得妙空明觉 那么山河大地有为席露何当复生 他的问题呢,就是 如来的清净本然会衍生出山河大地 那现在呢,佛陀成佛之后 什么时候再成为众生,再产生疲漏 那这个地方呢,佛陀就用五个辟语来回答 第一个辟语呢,是迷人欲 佛陀啊,佛陀啊,怎么讲 这个佛陀呢,他就说啊 譬如迷人,于宜聚落,或难为北 此迷为父,因迷而有,因物所出 那到底是迷路这件事情啊 是因为迷路的迷而有的,还是因为物而来的呢 那这边呢,佛陀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字 他不叫,我们一般人讲 这个人没有方向感 把这个东边搞成西边,西边搞成东边 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呢,这个路很复杂 所以我们会说迷路了 但是呢,其实并不是路迷迷了 而是我们搞错方向 把南边搞成北边,把北边搞成南边 所以有时候啊,我们用这个Google地图要找 那结果输入之后呢 这地图啊,就会告诉你说 向北走 然后我们就很头晕啊 哪边是北啊 其实我们一般呢 通常都不知道东西南北 除非有太阳 那往北走 那到底是哪边是北 那如果没有方向感的呢 就会觉得好复杂 这路很复杂 但是事实上呢 是因为我们并不清楚这个路的状态 所以佛陀讲啊 其实不是迷路 而是迷人 那我们一般呢 讲这个人很迷人啊 就说哦 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 叫迷人 那这边呢 的迷人 不是很有魅力 是他没有方向感 把路的东西南北搞错了 那佛陀问 那这个迷啊 就是你不清楚方向 这件事情啊 是因迷而有 还是因物所出呢 好 佛罗纳就回答 如是迷人 已不生 不因迷 又不因物 好 这个迷人啊 他并不是因为迷了 也不是因为物啦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是好像天生呢 就有的人特别没有方向感 你只要跟他说 东西南北 他就觉得很复杂 好 那他怎么来认识这个方向呢 他必须要有地图 或者是有人来告诉他 那你说 为什么你现在会这么没有方向感 你的迷是怎么来的啦 你是怎么迷路的啦 他会跟你说 这路很复杂 这本来有的路怎么跑掉了呢 其实路并没有跑掉 而是你的方向搞错了 所以佛罗纳就讲啊 何以故 迷本无根啊 云和阴迷 这不是因为迷啊 因为本来就没有迷这个事情 他没有根据的 他也没有来源 那怎么有可能会因为迷而迷呢 好 那也不可能呢 悟来生啊 悟非生迷 云和阴悟 你如果是悟的话 你怎么还会迷呢 你知道路的人怎么会迷路呢 那迷路的人觉得这路很不清楚 知道路的人啊 他根本觉得这这么简单的事情 怎么还会搞错呢 所以啊 这是迷跟悟啊 似乎都是没有一个特别的原因 那佛陀呢 就在进一步讲啊 请问 彼之迷人 正在迷失 忽有悟人 只是另悟 好 他说这个迷路的人啊 他正在 搞不清楚方向 正在迷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呢 有一个知道路的人 来告诉他 哎 这个路啊 其实东边是这样子 西边是那样 你要往哪边走 好 那富罗娜 你认为呢 这个人啊 本来是搞不清楚方向的啊 那请问呢 他经过有人指示之后 他终于明白了这个路的状态 东边在哪里 西边在哪里 请问 与此聚落 更深迷否 他曾经迷过 但是现在呢 他已经明白了 请问他还会在迷吗 好 佛罗娜 他就说啊 他说 否也是尊 不会的 因为他已经知道路了 知道路的人呢 不会再迷路了 好 那佛陀就回答 十方如来 亦复如是 所有的 如来也是如此啊 这个就像是 迷路的人 现在已经懂路了 他怎么还会在迷呢 而且呢 更何况啊 此迷无本 信必尽空 喜本无迷 似有迷诀 绝迷 迷灭 绝不生迷 如来呢 也是如此的 过去啊 我们的迷 是没有一个根本的 没有一种 从哪里而来 他的本质是空性的 那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没有迷这件事情 但是过去啊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迷的呢 不清楚的呢 其实是一个假象 喜本无迷 似有迷诀 每个人都有这个迷惑的时候 那是真的迷惑吗 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迷惑 只是一时之间还没搞清楚 那并不是 我就一定天生就是迷的 那结果呢 啊 现在有人啊 来告诉我们 其实方向是什么 觉悟了之后啊 你终于 哇 原来如此 其实这个如此啊 是你本来就知道的 本来就有的 只是我们 透过 某个 有智慧的人 或者是已经认识路的人 才来告诉我们 结果一下子啊 就恍然大悟 表示呢 你本来是可以 具有 觉的这个本质 只是 一时之间呢 不知道自己有觉 所以 感觉好像自己只会迷 所以这是一个假象 是有迷诀 好 那现在呢 觉 迷 我发现了我的迷 觉察到自己的迷 当我觉察了到自己的迷 迷了之后呢 迷在绝升起的当下 就灭了 绝迷 迷灭 就像千年的暗示 这个地方呢 一片黑 那我现在呢 那我现在呢 要怎么样让他不黑呢 就开灯 在开灯的当下 这个 黑 就灭了 就没了 那你就看得清楚 这里面的样子啊 好 那同样的 我们的心啊 本来是有觉的 只是你被这个迷所蒙蔽了 自己以为啊 自己不觉 那现在啊 已经发现 哦 本来就有觉性 有产生了一个觉悟的功德 乃至于 哎 自己发现 哦 原来真的 自己的心啊 是本来就是觉的 这时候 迷已经灭了 绝不会再生起迷 所以意思呢 很简单 就是如来啊 他不会再变成众神 纵使如来 他会来到收获世界 他装作跟我们一样 从零开始 从小朋友开始 他还是一个觉悟的状态 所以他虽然来收获世界 八千多次啊 他每一次来 或者是不来 来来去去当中了 他都是觉 所以其实是一场演出 我们讲啊 叫做八项成道 这个八项成道啊 就是每一项 他都是成道的状态 佛陀为了要度众生 所以呢 他就从兜率天降生 然后呢出生 跟我们一样啊 有小baby 这小baby的时候呢 他还是知道他自己是谁 乃至于呢成长 然后要出家 出家之后修苦行 这一个过程呢 这一个过程呢 都是一种视线 他都在觉当中 但是为了要度大众 所以他要跟我们一样啊 产生一个迷的像 这个像是假的 那最后呢 诶觉悟了 又表示啊 其实人人皆可觉悟 只是我们以前不知道自己可以觉悟 所以佛陀呢 透过这个修道的过程 寻师仿道的过程 让我们看到 哦 原来我们也可以走上同一种觉悟之路 那当我们知道了自己有这种觉悟的本质 那你再去修行 你就感觉啊 诶好像在迷路当中 找到一个开悟的人 告诉你有一个方向 那这个方向呢 我们走了就一样了 跟佛陀一样 可以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当我们知道了这个方向之后呢 他已经不再是过去 在六道当中 不知哪里是我的方向 那以前是没有方向 所以叫做迷嘛 现在觉悟了 佛陀永远都非常的清楚 他不会再去回头 作为一个 啊 息漏的众生 好 所以以上呢 这就是佛陀啊 第一个辟喻 就是迷路的这个辟喻 好 那我们讲迷人欲 里面的重点呢 就是喜本无迷 本来是没有明的啦 所以我们的迷 我们的轮回 其实是一个假象 那现在呢 发现了 这绝迷迷灭 绝不生迷 那这样子啊 我们就可以解决 富罗那的这个疑惑 如来何时 会再生起有为息漏啊 答案是不会再生 所以大家要放心 当佛 成佛了之后 他不会再回来当众生 纵使他在这个生命当中呢 有了种种的视线 他也是一场演出 为了让我们跟他差不多 这样子的经历的人 或者是同样有疑惑的大众啊 可以从他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当中 找到一个方向 有了一个依循 因为大众啊 学佛怎么学 就是佛做什么 我们就跟着做什么 佛想什么 我们就跟着想什么 从模仿开始 那慢慢的呢 我们的身口意都可以向佛 就会发现 其实啊 佛不是外面的佛 而是我们自己内心 本来就有佛的这种本质 人人皆有佛性 人人皆可成佛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件事情 那就会走上成佛之路 那以上呢 是佛陀对妇罗那的问题的第一个回答 那看看大家要不要分享 或者是有什么疑惑 佛阿弥陀佛 就是我们想提一个问题就是 当人生困惑的时候 比如说换工作 或是跟家人相处 有些冲突不愉快的 那像这样的迷 迷惘的时候 都很想快速的找到一个新的出口 那我觉得我们大概会 很直接房间就很多算命的 我觉得算命都会变成一个捷径 那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这种算命的行为 不是我也 我在想说大家也很想问说 那算命的话准吗 我们佛教徒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 请师父开示 阿弥陀佛 算命一定会准啊 因为我们的命就是已经被自己设定好了 如果我们就是相信 人来到了这个世界 他一定有一个生命的诡则 好 那这个算命不管用什么方式 你要被算出来 其实大概多多少少 我们自己不用找算命 我们自己算自己的命 看看自己的过程 大概一段时间呢 你就是同样的烦恼都会再重复 同样的问题 不管是患了多少的环境 多少相处的人 如果你这个人际关系有问题的 你到哪里去呢 都有问题 或者是呢 我有健康的问题 你不管患了多少医生 还是会有问题 那或者是呢 有的人啊 是个性的问题 有的人是什么问题 那这个命运呢 其实是由我们自己的习气 慢慢的养成一种习惯 所以你不管是问谁 大概多多少少 都可以有一些准确度 那有一种人是不会被算准的 就是他决定改变他的原有的惯性 所以我们常说 学佛的人啊 修行的人 常常算命啊 就会失去的那个准头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过去的惯性 如果你现在学了佛法 你知道要觉悟 原来的迷啊 就是他大概就一直在同一个地方绕 走不出那个迷阵 但是呢 现在觉悟了 突然发现原来前面有一个陷阱 我每一次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 现在可以决定 嗯 我不再做同样的决定 我不再选择同样的选择 那就开始呢 会改变自己的生命的方向 这时候是准的还是不准的呢 其实还是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准已经变成你可以决定 好 那就像我们现在开车 我知道这条路 这个路况是什么 那以前呢 不知道啊 有人就告诉你 或者是前面有指标 有路标 那现在呢 知道了 你还是可以走同一条路 甚至于你可以发心 你把那个路修好 那同一条路 它没有改变的方向 还是可以带着我们走到终点 只是在这个过程 因为你知道了 以后即将会遇到什么 你更有信心 更小心翼翼的开着你的车子 乃至于克服这些困难 而不再呢 就不小心又掉到那个洞里面去 那这到底算是准还是不准呢 其实大部分的人来学佛 大概都可以猜得出自己的未来 乃至于也可以预测自己家人朋友 他大概会是什么反应 或什么状况 只是我们有时候啊 不太想要去承担 心里面没有信心 所以就很想要求助于哪一些人 不管你求助于算命的 或者是呢 这个老师 或者是呢 来求神 或者是佛 信仰本身呢 他有一种 这个不知不觉 会产生一种依赖 那不管是什么 其实他是一种工具 我们要更了解自己 也要更了解自己的方向 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佛法是一种工具 佛陀讲 法上因舍 何况非法 因为他就像过河 用一艘船 让我们更安全的度过 同样的所有事间的 各式各样的预测 或者是观察 乃至于归纳 他都有一定的可信度 但是你完全相信他 那你怎么确定 这个帮你算出命的这个人 他是真的很了解你的全部吗 有时候也只是一个片段 那也有人很想要去看 这个前世今生 但是前世今生很复杂 我们这一生自己观察一下 自己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 你遇到的人事物 发生过的所有的事情 你都记得吗 虽然你不太记得 可是全部都存在你的巴士田 那巴士田里面的讯息这么多 你为什么总是选择这两种 或者是这一种来记录呢 那其实呢 你再怎么去看到过去啊 还是依据自己的偏见 在观察 那最后呢 还是要回归到 解释完要解决 那这样子才会 对于所有生命的探索 他才会变成有帮助 否则那就只是变成一种迷信 那希望呢 大家用一种很健康的方式 什么人都可以说 我们的生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至于你要不要走 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 没有人能够勉强别人成佛 同样的也没有人能够勉强别人进地狱 六道轮回是自己的选择 不是被迫的 都是自己的选 造成现在的过 因此呢 大家要有一种正确的态度 而不是盲从或者是完全否定 那这样子呢 你就会很善于运用这些 所有世间的一切 叫做方便法门 好 以上呢 简单的回答 师傅 各位师兄晚安 我是晚会 师傅 这个以前也有人问我说 众生是火 那为什么你还不是火 我说我还没学到那边 等我学到那边 我再跟你讲 那现在 我学了眼睛之后 我现在有很深的信心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成活 但是 他里面讲说 迷人觉悟之后就不会再迷 但是 你看那个读图啊 还有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成迷 三期产品嘛 尤其我那个孙子啊 小学士年级 就玩到 哇 真的很夸张 那跟他讲说 这个是不对的 这样不好 你要有节制 我说好 我知道我知道 可是还是继续玩 他说 我就是很想玩啊 再五分钟 再两分钟 就是这样拖拖拖 我看那个三期产品 对小孩子的残害 真的是很严重 那 那如何让他不迷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他 请问师傅 我应该怎么开导他 阿弥陀佛 感恩 你跟他一起玩啊 我不会玩啊 对 然后他就很痛苦 就觉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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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要跟我一起玩 哇 我好痛苦 就突然觉得不好玩 这是一招 就是我们其实啊 要先不要预设立场 先否定他 因为其实在这个每个阶段 我们每个孩子的成长的过程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小时候有小时候 很好玩的东西 我们也很迷啊 但是呢 在自己慢慢的 有一些心里面的充实 跟心的依靠的时候呢 也许呢 你慢慢就会发现 他其实没有那么好玩 那但是呢 如果我们只有呢 一直否定他 或者是给他很多价值的判断 他不一定了解那是什么 他甚至于呢 只会觉得你都不理他 或者是不能理解他 就会越来越遥远 但是我们一般呢 通常都没有像佛陀 这么有智慧跟很有耐心 你看佛陀呢 要度阿难 阿难何等聪明 如果佛陀一早就告诉他说 你就要注意啊 你的摩登前女哦 很危险哦 那我相信呢 阿难一定会 哦 是是是 我知道 很乖 但是他不会真的觉得这有什么 所以佛陀呢 就要让阿难 他到七年之后啊 他才终于自己遇到了摩登前女 就开始有了一个学习的动力 那觉悟呢 我们只能就是相信他 有一天他会觉悟 那我们自己作为身边的所有的善知识啊 不是给大家一种直接修行 直接告诉他方向 如果可以代替修行 佛陀早就代替我们了 就是我们需要呢 给自己一点时间 而且也要给身边的人时间 好 那建立一个姻缘 但是有一天呢 慢慢的 当这个 我相信你的小孙女啊 如果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些 很想跟你分享 变成阿嬷的好朋友的时候啊 他遇到问题啊 他有时候 他还心里面还真的知道他要问谁 但是如果一开始呢 我们就是对这个 小孩子树立了一种 反正你就是 反正你就是不应该 你这个就是不可以 那如果是这样 他到最后呢 还是会做 他就是躲着你做 所以其实呢 我们要未成佛道先结人缘 要先了解啊 那他到底喜欢什么 他为什么这样子喜欢 他的好玩是好玩在哪里 那慢慢的呢 就去走上 一个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尊重的一个方向 就像很多人呢 他也觉得你很奇怪啊 你干嘛一直拜佛啊 这有什么好拜的 一直诵经啊 这有什么好诵的 那一直听法 那师父的话有什么好听的 可是呢 我们在其中的人啊 就自己自得其乐 那如果有人能够认同我们 接受我们 我们就开心的不得了 那这不是也是一种 就是彼此一种分享 那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还真的是需要 自己可以接受 接受各式各样的生命的状态 那每一个孩子呢 还有每一个家里面的人 我们遇到的所有的人 其实他都有可以很可爱之处 我们如果愿意啊 成为一个可爱的人 好那 未成佛道先结人缘 有一天啊 他一定会来学佛 可是如果呢 我们为了要叫他学佛 修行 然后呢 就跟他变成对立 或者是呢 总是以教训人的姿态出现 那最后呢 大家就跑光光 一个人学佛 全家通通都跑光光 那这样子呢 你要去带谁来进入佛门呢 所以啊 自己就要开始能够接受各式各样状态 那尤其是孩子啊 他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环境 他就是在一个三西的世界 那我们呢 不能禁止他 但是我们要教他如何善用 因为这个方便呢 你看我们也是在用网路啊 可是我们用网路来修行 那我用网路来红法 但是如果不知道善用的话 网路也是一个很大的陷阱 很大的弥坑 那所以呢 运用之妙 存乎一新 就像刚才问的 这算命到底是可信还是不可信啊 你还是要用智慧去做判断 因为我们的命运是操作在自己的手上 那谁可以改变他呢 有智慧的人就知道要怎么走 没有智慧啊 什么都是毛病 什么都是困难 什么都是烦恼 什么都会有问题 好 以上呢 就简单来回答 师父阿弥陀佛 第一次陈荣胜 你好 师父好 那个 妄一珍惜 隐一尽现 那迷人一聚落 霍然为北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用空观跟假观 来破妄心吗 那如果 用空观假观来破妄心 那我觉得用空观 有时候会觉得 让人会比较消极 反正什么事都是空嘛 什么事都无所谓 那这个要怎么去 就是怎么去应用它这样子 请师父 慈悲开示 很好哦 那个空观跟假观呢 它就是一种方便嘛 那你是对什么人 你要用空观呢 对于你放不下的人 那对于我们就是很有执念的时候 你就要慢慢练习 哎呀 放轻松一点 一切都是空 那有时候我们会很有强迫症 就是什么事情一定要很计较 或者是一定要说个清楚 弄个明白 完美主义 然后把自己逼到呢 非常的没有空间 然后身边的人也很有压力 这时候呢 你就用空观 那如果呢 你本来就已经很闲散 很容易什么事情都放下 然后也本来就是比较消极 被动 那个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少一事就不如完全没事 那如果你是这样子呢 你就用假观 你就让自己呢 多修一点 多做一点 那你其实呢 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嗯 我们的心啊 很有趣 它有时候会偏食 就是 你喜欢空的人啊 就会像声闻人这样 就全部成空至极 就躲在里面 你听到空特别舒服 因为呢 你喜欢这件这个事情 这个境界 好 但是呢 如果呢 喜欢当菩萨 喜欢红尘的人啊 听到菩萨行 哦 就觉得 这个很有意义 很有功德 乃至于很发心 那你就很喜欢呢 所有的一切的 花花世界的 所有的迷幻 那这两种呢 都是偏 所以在行菩萨道当中呢 你要用空观的智慧去行 才不会产生执着 在空中呢 要不舍众生 你才不会 只取于空 那这两个呢 就是大家要知道 你要很老实的 知道自己的状态 放下 不是放弃 不是逃避 而是呢 准备好了 很好的 在百花丛里过 片叶不沾身 那这样子呢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都是自己的心啦 有时候我们 害怕面对境界 所以就用空 来作为借口 逃避进去 其实最后呢 你还是 没办法解决 你心里的恐惧 因此我们就善用 这些方法 那学佛 就是佛陀教我们 很多法门 你都用用看 就会慢慢的找出 自己很相应 可以处理 让自己更自在的方法